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要來試玩的是閃耀英雄三國者 那這款遊戲廣告真是打得有夠大啦 不管是在任何一個社群媒體上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一直出現 這邊背景也是三國 可以編輯一下我們的初戰角色 那我有稍微查一下這個遊戲好像是 那種虛擬貨幣的 那種玩法 好像可以獲得一些他們的幣,然後就可以賺錢 大致上是這個意思 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也不能夠上下調 而且這個小怪是衝過來閃掉就沒事了是不是 顏色型不好對付,貫穿的話會比較好 那我們換成這個關羽 這看起來是蠻帥的 不能上下動就有點煩 那種貫穿的 傷害也比較高一點 最後一個必殺擊 集滿能量就可以直接施放了 看起來很強 直接秒殺 看起來貫通的比連射還要好 好,那擊退所有敵人 來移動至主城堡 古書可以成長武將 來幫他升級一下 不知道這個遊戲什麼 什麼國家做的 好像翻譯成很多的 很多語言 來繼續攻略演藝一之二 來挑戰一下重要訊息,隊伍加成 那這邊應該就是羈絆 可以加攻擊力防禦力 然後對戰模式也有一樣 好,那繼續出戰 來看一下我們的 劉備 到底有多猛 紅金賊真的是太可惡了 但是我們連射的話好像攻出的比較快一點 這些 小兵是不要射他 然後讓他自己衝過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試試看這隻角色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東西 他這個好像也是偏連射類型 然後 我再換回來關羽好了 感覺關羽比較猛一點 但是他的攻速就比較慢一點 那這樣就 又通關成功了 攻略成功 升到等級2 那整體玩法就差不多是像這個樣子 自動獎勵,掛擊手矣 這邊每次簽到 是個掃蕩券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7天登錄 給我掃蕩券 為什麼要送我掃蕩券 第7天送你這個盧翼竹啊 第二天的話是送這個 6星武將 抽一個 感覺還行喔 勝利的馬鈔 這個翻譯有個怪 還有紀念簽到 這裡 7星武將 這裡是武器的碎片 那這個應該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是什麼 Module什麼stone 我先念一下 那這個是這遊戲內的鑽石嗎?還是怎麼樣 應該是要儲值 挑戰 K2M,你有看到嗎? 玩這個遊戲可以賺錢 但不知道要怎麼賺 然後農田商店 這裡應該是你去把他的這個幣然後拿去直壓什麼的,可能可以換到吧 然後這個好像也是可以弄到那個交易所什麼去賣嗎?反正要賺錢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那種遊戲的幣值應該會蠻快就跌到蠻低的,看這邊有他的兌換所 那是點進去 7星的 夏侯恩 那特別指令是什麼 就是任務 還有綁定 空頭就直接投到你的帳戶裡面 讓你拿到那些幣 還有7星諸葛亮 這邊就可以直接領取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例子 普通技能,體力增加,防禦增加 然後是全體造成大量傷害 然後蜀博增加一些血量 很強啊,那我們來領一下 開局直接7星武將,天神的諸葛亮 超級猛 好,那我們等一下來稍微試用一下 那接著呢,幸運輪盤 這裡是需要消耗這個珠珠啊,紫色珠珠 那我目前好像是還沒有 那下面的手衝,主攻等級到達 這個玩遊戲還要儲存 前往商店看一下 那這邊可以直接用現金購買 每天的武將 好,那我們就來稍微玩個一下我們的七星諸葛亮 他的技能好像也是普通技能 他有分成普通跟對戰 他有兩種模式啊 這裡技能都是增加一些敏捷 那我們就用這個T0武將來試玩看看 反正這款遊戲就稍微冒險一下 來,演繹 這邊1-3 把我們的劉備給滾下來 換成我們的七星諸葛亮 目擊應勇軍 這個射速就是猛 這裡總共有6波 如果這個遊戲是出在好幾年前可能會 還蠻不錯玩的嗎 融合三國再加這個雷電的火石 超快速爽感 射擊 有個護衛兵耶 這護衛兵是誰 來 這防止後面有人來偷襲我們的嗎 好,這個主要 那就勝利了 那對戰應該是另外一種模式喔 我們稍微看一下 挑戰 兌換索 這裡還要升等才可以去用一下 我們稍微升一下 那我們這遊戲的禮包碼呢 就是要來到設置這邊啦 綁定帳號已經綁定了 然後呢 綁定這邊就右下角這邊就有輸入優惠券 那這邊的話他就可以輸入 不過呢目前是還沒有看到有哪些禮包碼 我們現在稍微輸入一下 123 確認 無效優惠券 他們如果是實際進入他們的Discord 其實可以看到 這整個的 畫面喔 還蠻怪的 就是這個畫面 然後的話有些規則 然後點開來這個就是他們的白皮書 這邊就 說明一下他們預計在這個年度要做什麼事情 我這個看看就好 然後還有這個打電腦 還有這個玩家對戰 以及最重要的是這個經濟啊 他們怎麼確保說他們的這個代幣喔 能夠換錢了 換成真錢 然後怎麼去讓他有這個價值 然後怎麼質壓 然後拿到更多的這個 NUDOL 這應該就是他們的幣喔 不過這個應該就 大家稍微 看一看就好了 不用特別太在意 那接下來呢來看一下這遊戲的一些其他的武將 好 來看一下這個圖鑑啦 那他裡面這邊最高星的就是我們的七星喔 那裡面呢這邊 看一下 那每個武將都有 他有含水 成功高瞬 然後這裡還有呂布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最強武將呂布到底是幹嘛的 直接增加超多攻擊力喔 BOSS也有增傷 然後一樣是全體810%的傷害喔 而且還有附加暈眩效果 那跟我們的豬梗量稍微對比一下 他這個是灼燒喔 暈眩明顯就比較強一點 直接死控珠 那如果他的對戰技能呢是這個反擊喔 然後100%反擊 那也是直接加更多的攻擊力啊 相當的不錯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英雄閃耀三國之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